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抓到这个嫌疑人了 但是呢这个美国警方认为好像是FBI吧 就认为说他可能已经死亡 然后但是呢也没说怎么弄死的 是认定已经死亡 但是尸体也不知道在哪 也不知道怎么弄死 因为嫌犯拒不交代 那怎么能认定死亡呢 对我详细看了FBI那个探员写的那个memo 那个memo里面写的很清楚 就是说他的意思是我在这里面写的 也不是我掌握的全部事实 但是基于我已经陈述出来的 和我已经掌握的其他事实 我们认定张盈盈已经死亡 就这个事啊 我觉得有点咱们因为离美国太远了 我不太知道 按说呢华人在外国出事的 这些年不断的有一些案例 但是为什么这次张盈盈这个 哎呦就美国的很多华人都在帮忙找啊 而且一直蔓延到这个国内 最近一直在说这个事 为什么这件事闹得这么大 它是这两年华人的这个意识觉醒 其实不光是张盈盈 之前那个我们那个梁彼得案 就那个那个警察嘛 是吧 华人也站出来说说 你为什么白人警察可以不处理 为什么一定要处理我们华人警察 就这这几年 随着中国人出去的也多 我们这个网络也发达 知识量也多了 就是因为我们是人民日报海外版 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跟海外 这个华人华侨留学生打交道 我们知道这个这个华侨华人已经发生了代际变化 就是说老一辈的可能去餐馆啊 什么打工啊 然后在那好不容易或者做点外贸吧 从那个义务小商品生的东西卖出去 它一直生活在相对比较底层 可是现在这一带桥呢 是从哈佛从耶鲁毕业 它本身就是经营 所以已经在逐渐完成代际转移的过程中呢 对自身的权利有一个觉醒 尤其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帮助行为 非常典型 李老师这个事您看了这个案情的一些分析吗 我一直在关注这个案件 也在网上看了很多的一些消息和评论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刚刚格子说的那也是一个角度吧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案件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关注的 就是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如果他活着的话 我们的生源可能会能够挽救他 或者来帮助他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从美国的这个华人到中国 这么关注这个案件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人说 他怎么这么轻易的上了别人的车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呢 他在这个评论上呢不太慎重 这个案件我觉得这个张英英很不幸 他遇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在犯罪心理研究当中 就是视为最危险的一类人 我们把它叫性猎 性猎人 就是他是为了性来猎取 捕猎的那种 对 来猎取对象的 这种人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很不幸让他给碰上了 这个人是他那个大学同校的 好像是物理方面的一个助教 而且他在网站上 现在他们发现美国有那种约会的 还有人是约炮的 什么网站 他在网站上填写他的个人情况 似乎是说他已婚 对 开放 但是呢 是开放 那意思就是我也想找性伴侣 他这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现在我也只是从我的一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他 就是我认为这个张呢 他之所以会上他的车 有可能是张来到这个学校以后 他在校园里应该是见过 因为毕竟是长相不一样的话 不同的族人 他可能对 我觉得这个女孩长的是很漂亮的 应该说他是长得一看 对 可以看看看看这个张颜颖 就是应该是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的感觉就是说 因为我是从女性来看女性 我都觉得她是很亮眼的一个 就是很青春洋溢 而且很健康的一个女性 所以我怀疑这个 感觉是好像很乐观的 甚至是 这就是最后一次看到他的行迹 公交车上下来 然后就上了他的车 然后就上了那个画圈的那个车 后来是FBI 还是当地警方 找到了那个车 是吧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 这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 就这个所谓的助教 对 非常符合这一类的 就是 我觉得这个案件呢 其实张的这个 他的不幸吧 实际上是阻隔了一个 很危险的 这个 这种 我们叫猎手 或者说叫毒狼 他的这个女孩 我认为应该是属于 被这男的可能已经扫描过了 然后那天呢 他在路上正好就看到这女孩了 所以他就一下就把她选中 而且他有可能用了一句话 就是说 我就是这学校的物理学助教 所以我认为 这还是这个女孩能上车 因为他觉得是本校的 当然这个是我现在没有根据的 但是我认为 这是有根据的 您分析一点没错 今天第二次开庭的时候 已经明确的说 这个 这个人已经观察过这个 是 是 这个观察过这个张颖很久 并且认为 他是一个理想型对象 所以这还是我的专业 给我的一个判断 就是我当时认为 这个张颖颖不会随便上车的 他一定是给他的一个信任感 而这个信任感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我是你同事 而且我就在这学校工作 那么他才会上他的车 如果是一个陌生男人 我认为他是不会上的 而上去以后 他为什么车两次清洗 我认为张可能 一看路线不对了 他就开始想跳车了 想跑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男的就开始想要控制他 因为是认识 所以他是不能让他 活着走出来的 所以这才是后边的 一个危险的问题 为什么他警方判断他呢 而且我也认为 他要如果是真的活着的话 他一被抓 他应该赶快说出来 如果他活着的话 我被抓说出来的话 那我不就没事了吗 对吧 至少减轻了 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显然这人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认为 联邦他们得出这个结论 也是有一定的 当然他可能还有在车上 发现的一些 这个痕迹物证 以及在他家中的一些 包括他的录音 那按照您这个推测 这个人 他是第一次干这个事 我认为他是应该第一次 今天的那个公布的说 他已经有了第二个目标 就是他也透露过 他有新目标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四月份 开始在这些网站浏览 这是第一个信息 然后这是他第一个 做的目标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你看他让这女孩 上车的时候 他还是没有经验的 此外他会在录音当中 跟别人谈这个话 这都说明什么 说明他不是一个 老练的杀手 对 所以说现在咱们这个国内 有些人不太了解 就是说一度也在批评 说美国警方怎么办事 效率这么低 早就怀疑这个人了 为什么好像还放他在外面 但是也有人说 说是正是因为放他在外面 才监听到了 他跟别 他跟警察一开始不承认 然后他是跟什么朋友 跟什么打电话 说我绑架了一个什么人 有段音频 有段音频被监听到 这才把他给拿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 其实很多网友不懂 什么叫依法治国 这个是真的 只有领导明白 我老提这个词 其实人家这个严格的 你如果去看FBI那个memo 严格的按程序 每天都在都在侦破 而且他是在警察的监控范围 那是跑不了的 我们现在比较倾向于 一旦发生一个什么事 全民都关注 我们警察必须当天得破案 或者说给外国人丢了一自行车 我们当天就得找得着 就是舆论对于供检法的干涉太大 我们习惯了这样 这个问题吧 其实我是觉得这么看的 就是说 就跟有很多东西都是双刃剑 双刃剑就是什么的 你要是顾了那头呢 可能这头就得牺牲 你要顾了这头呢 那头就得牺牲 其实法律操作也是这样 就是警察 有时候我们觉得 可能中国警察 警察怎么样 他实际上说 这个作为警察 他的职责是能救一个 救一个 可是作为法庭呢 他是能不错一个 就不错一个 就是不要判错 所以法律呢 是无罪推定 当然在警察的心目当中呢 他没有无罪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 任何人都可能是罪犯 所以他在怀疑的一个阶段 任何人都会怀疑 只不过就是操作上 比如美国 他在那个911事件之前 他特别注重隐私 对吧 但911之后 他们法律就明确了 要缩小个人的隐私的 这个范围 然后来扩大这个侦查 所以我觉得在 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 美国在不冤枉 这个人的过程当中 他的法律特别好 但是你看像这种 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我明明知道 他可能还生存 我可能抓紧点 就能把他救出来 可是他这个程序问题 反而让你产生了一个阻隔 这个当时 所以我觉得这是双刃的 但其实美国 美国警方还是第一时间 去查看了这个嫌犯的房间的 第三天 对 他是曾经 好像说他那个家 离他上车的地方 也就十分钟车程 他有没有把张盈盈 就怀疑了 张盈盈关到他的家里过 这个谁也不知道 现在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现在就有一个怀疑 因为张盈盈这个案子 是联邦要提起诉的 所以这个还是有可能 照着一级谋杀 来去起诉 但是在我来看 当时我觉得这种事情 如果当时一旦怀疑的话 只要有警犬 闻一下车 或者闻一下这个张盈盈的遗物 他至少的警犬 是可以带一些方向的 所以您看那个过程中 就是说 他详细写了 说哪一天得到了法院的授权 什么当天就得到了 什么去搜捕什么 就是说 如果他没得到这个 他去的话 那根本这个案子 到最后在美国 你就根本判都判不成 他太讲究这个程序性 对 所以说他们就有那么一句话 就是说 有一种叫宁可错杀三千 不可放过一个 还有一个是宁可放过一千 也不能冤枉一个 说是说 在两者相权的情况下 说美国宪法最终选择了后者 就是真有可能 美国那个法律 现在那天我还跟一个 在美国多年的人跟我讲 我说为什么美国人 那么不怕打官司 或者说在美国 有些人说 没事咱打官司 他说美国那个官司 旷日持久 比如说咱有时候觉得 明显说 说这打官司 输了怎么办 他说不怕输 只要你有钱 你打多少年 先打着 而且最后往往也就是 没什么说法 就是他那个里边 这种程序 所以他就说 美国人哪 他说美国哪都好 法律哪都好 但是有一个就是说 说美国那个律师 他说我跟你说 就是那个像咱们过去 清朝的时候 说那个宋棍 他就说他 一给你打 就是跟台买卖一样 就是说 这案子我不收你钱 但是我估计能打赢 打赢之后 你分我多少 就这么去打 辛普森 就是当年 辛普森就说 一天五万美元的律师费 就让他脱税 所以他就说 在美国这种 你甚至于爱打官司 到什么程度 你是我朋友 你到我家里吃饭 在门口摔了一跤 然后在我家 他说还吃完了饭 临走的时候 告诉你说 我要告你 法院计 他没有给你告点钱出来 所以这个法律制度 跟咱们精神都不太一样 对 但是我认为像辛普森 那个是已经被害人 已经死了 所以你怎么怕 你都可以去 为了让他的合法权益 得到保护 可是这个是属于一个嫌疑 就是说 这个人可能在他手里还活着 所以这个反应 我更倾向于我们中国警察 我想这个案子 要在中国 早就把它弄清楚了 所以美国这个事 我们也离得远 也够不上 但是你能感觉到 他们反应还是比较慢的 李老师 不愧是咱们警官大学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当然这个让咱们觉得可怕的 就是您刚才讲的 这种独狼式的性猎人 您就认为他又是第一次 那何以一个人 二十多岁的时候没干 三十多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想起来 要猎捕一个女人 就是这种性猎的 这种犯罪人吧 他大多数都是25岁之后 25岁之后呢 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种人 他智商虽然很高 但他这犯罪不属于高智商 就是说那天有一人就问我 他这算不算高智商犯罪 我说高智商犯罪 是他干的那活 一般人干不了的 他叫高智商 他呢不是 他是智商高 但他在作案的过程当中 他跟这智商没有关系 他是跟他的性有关 他这个性呢 我认为他可能是学物理的 就是说他在这个智力上很高 但是他在其他方面 他可能觉得生活 可能缺少乐趣 于是他会上网 去看这些性的 跟性有关的网 那么这性有关 他不是讲了吗 他喜欢日本的一些风格 这日本的风格 对呀 女性它是属于很顺从的 而且各种各样 他可能就觉得 这种性的东西做起来很有意思 于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去想找亚裔的人 他就想找这么一个来实现这个 那么他要在做之前 他是有幻想的 也就是说我们叫幻想 就是说怎么来做 如果我要遇到一个 我当我要能控制他 他要顺从的我 我会怎么样 他是有这个过程的 于是他需要去补一个猎物 那您是不是怀疑 就是说他绑架了这个张颜颖之后 有这个性虐待 对他本来是想做这个的 但是做没做成 现在不知道 我弄不好 我觉得他没做成 这女的已经死了 今天的那个庭审说 他有激烈反抗 在他的房间里面 对因为我们中国人 我们的观念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这个尤其真结 或者说 女孩子会激烈反抗 对很多女性 她在遇到犯罪 她都有一个反抗 完全下意识在反抗 她不像有些女性觉得 像这种事 我只有顺从了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认为她可能 在反抗过程当中 她就遇害 我一直觉得 就是说 这个杀人 比如说对方 这个女的反抗 就从来没杀过人的 很容易 它是一种什么呢 非常简单 因为就是人在什么情况 最容易被杀呢 就是你喊叫 当你只要喊叫的时候 任何一个人上来 都是掐脖子 而这个地方 只要一掐住 一会儿就没事 你知道那个北京广播群 就是中国传媒大学 是去年还是那个什么 就出过一个事吗 就有个男学生 骗一个女孩子 说要拍什么片子 最后弄到一个地方 最后我看北京台 那个法制节目都播 那男学生就是最后 想强奸这个女学生 反抗就弄死了 但是你看 后来他们发现 这个男学生呢 这个原来在网上 有时候就经常暴露一些 就什么我要杀了谁 我什么这种语言 就感觉是有这个倾向 对 但他这个倾向 实际上很多这种男性 他的目的 仍然是一种性的行为 就是说 他是通过一种暴力的性 来得到一种满足 这种人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我为什么讲性猎人呢 他猎物猎物 他这个物在他 在他眼里就是个物 然后满足的是他的性 他为什么要猎呢 就是为什么会有暴力呢 是他要通过暴力 他才能达到兴奋 那我问您 比如说假设说碰见这种啊 如果女性选择了这个顺从 他是不是完成了 他的性目的之后 就就有可能放过这个女的 难说 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虐待性的 然后这女的会惨叫 在惨叫的过程 他在兴奋的同时 就是这个过程有可能虐待致死 所以非常可怕的一类犯罪 李老师很喜欢弗洛伊德的 这个精神分析 这一类的理论 不是分析 是这个 这是一类犯罪 它是一类 我现在没有理论 它是一个类型 非常危险的一个类型 我其实想往回倒退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张盈盈 会上他的车的这个问题 我那天就想到说 如果开车的是一个黑人男性 这个张盈盈很大的概率是 你说他 他是不上这个车的 他当时一个是在赶时间 你看那个FBI那个 麦毛里面赶时间 另外一个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男性 而且是一个男性的博士 这个相对给了他一个安全感 就是说 我们其实经常是在打这个标签的 就像刚李老师说的 有可能这个人 也是在寻找一个亚裔的女性 这两者的 这个属于文化里面的互相判断 来对上味了 他的这个年龄也对 你比如说我们谈到这类犯子的人 基本都在25岁之后 他你看27岁 也就是说在美国 他以前就这样 比如上世纪50年代 他们就曾经 这个联邦调查就有一个判断 说这个5000个没有破的案件 基本全是这类女性失踪 女论被嗨 他这个没有破的案件 大概就35个到50个杀手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抓不着他 他会一而再再而三作案 所以这个案件 这个张 因为我们华人的这种关注 导致警方的重视 然后把他最后找到了 这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在哪呢 就是阻隔了这么一个非常可怕的人 他是一类犯罪人 他这个里头没有任何 他一般要是开了头 对 只要没被发现 他就会做 一而再再而三的做 而且他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 因为本身美国 他的那种住宅方式 都是独门独户 所以他很容易找一个地方 找一个地方以后呢 这种情况就是很多女性被控制 他有的会控制一个星期 他才把你杀掉 他也有的是属于很快 有的就是刚才讲的 有的有的比较那个 就是心脏稍微脆弱一点 或者什么 很快就容易导致死亡 还有的一喊叫 就我说他这种去摁 拿枕头去闷你 那么这种情况都容易导致 所以这种非常危险 这种性猎人 他是精神病吗 不是 这种犯罪 在我们来看是最危险的一类 他是正常人 正常人 而且都是 而且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有知识的人 包括像有些医生 有些是搞艺术的 其实也不光是美国白人才有 原来日本有一个人 专门就喜欢欧洲女孩 当时旅游的 去日本的三个女孩被他害 也是这样 他就是一个 而且这个人还是个 就是富家的公子哥 到了一定的年龄 才会得到激发表达 他实际上就是 他的主要目的 就想体验一个性的高潮 然后他要控制对方 不是那种恋爱的方式 他要控制对方 然后按照自己的要求 让对方去满足他 你看很多人 为什么要看这个日本AV呢 他也就是从这个行为当中 他得到某种释放 比如看到一些性虐的 满足他某种性幻想 他不找机女 对 但是我们看 我们不会直接导致这个行为 您要说他是个正常人的话 是什么使得他把这个幻想 或者这种欲望 变成现实 其实他这个 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本身就是要控制对方 甚至会导致对方死亡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是正常人 其实正常人 他可以做一些特殊的问题 就是我以前在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说行为异常 不等于人的异常 曾经我说过这个 行为异常不等于人的异常 为什么 也要说行为异常 人就异常 这我们很多案子就好破了 我们破的抓的人 都是特别正常的人 但他做那行为的时候 就是异常 所以行为异常不等于人的异常 第二人的异常 不等于精神病人 也就是说他可以异常 但他不是病人 你比如说人喝大了 他那状态就属于异常 但他不是病人 他毒瘾发作的时候 他异常 但他不是病人 还有一些人格异常 他也不是精神病人 他也是异常 那您说像 我们说这个沉默的高扬 最有名的 那个人 那个里边塑造的那个人物 是有真实基础吗 会有这种吗 应该是 可以说一个人 比如说我对心理学 研究到一定的程度了 然后我去作案 完全有这种可能 就是他那个 他是一个正常人 他正常到了精神 神经病的程度 这几种异常 实际上在心理当中 是属于哪一类呢 是属于兴趣异常 就是只不过兴趣异常 比如有人喜欢蛇 有人喜欢虫子 对吧 但是他喜欢的是性 所以他只在这个问题异常 他其他都正常 但是他对犯罪成本 没有一个正常的常识 他认为他能够逃避这个侦查 其实我们很多人 都会有想法异常 只不过现在的 我们的监控 已经很普及了 有的时候 他犯罪人稍微不注意 他不知道哪有一个监控 但是就是说 作为犯罪人来讲 他认为他可以做的 让你查不到 你看他洗车 比如说我 我这一天到晚 很多不正常的想法 远远地看到 以前在武大的时候 有个很高的楼 远远地看到 哪一天炸了他 没想到去年 真被炸了那楼 所有的案情 在你心里都有 对 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的 这些想法异常 但是我们这想法异常 可能是百分之百的 没有实现 因为比较怂 那他们是怎么跨出那一步 没有实现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在分析一些犯罪 我常常提一个观念 观念实际上是 人行为的底线 但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什么是观念 其实心理学 对这个词研究并不多 就是对这类现象 研究并不多 观念它不是一个 知识得来的 就是通过学习过程 得来的知识 它就是在观到的 同时形成的念 观就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就你刚一句话 可能对我一生都有影响 这个话就是随时而就的 并不是为了教育我的 所以观念呢 它可以在饭桌上发生 可以在生活当中 父母的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 或者等等 那么也就有一个问题了 凡是缺少观念的东西 往往就是它 它在和 就成长过程当中 它的亲子关系 是有问题的 然后最最重要的是 它的这个父母养育过程当中 可能言语教都是非常少的 比如上海林森号 就是很典型 它并不是多坏到哪 但是它当它看到黄阳 已经一步一步 发展到危险的时候 它在那个过程当中 它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为什么 用它自己的话讲 它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它后来 留给家里一封信 说你们要没事 要读一本书 家里要就这本书来讨论 要互相交流思想 对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这个观念的东西 是没有的 所以到那时候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这个人也是这样 什么生命啊 什么别人 他没有这个观念 他可能在生活当中 就属于我们都自己活得挺好 只要我长大了 我管我自己 别人我不管了 所以你看 他跟家人的关系 并不是很亲近 对吧 你看他可以跟一个女人 发生关系 甚至结婚 他还是对那边讲 我很开放 什么意思呢 他没有底线 也就是说 他智商很高 很聪明 但他缺少一个 做人的最基本的东西 而这最基本东西在哪呢 就在抚养过程当中 缺少一个唠叨 或者这种 就是随时而就的一种东西 应该是对他人的感受 比较冷漠的那种 对 这叫经历 因为我曾经说 要加薪 要加薪 他为什么会在那瞬间 扎那么多刀呢 他实际上脑子里 是没有想到 就是说交通事故 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解决 你杀人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他没有这种东西 他只觉得 我把他杀了 就没有人知道了 这就属于 他认为杀人很简单的事 那你觉得 这实际是缺心眼啊 他失去了对后果的评估 他失去了内心的一个观念 观念就是说 你在瞬间 比如说一个孩子掉到水里了 我跳下去救他 你问他你为什么跳 你说我也没想 我看他掉下去 我最得救啊 这叫什么 这里他有观念的 那这个跟我们所处的 社会环境有关系吗 比如说现在我们都说 这个社会都是原子化的人 对吧 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比较不紧密 那以前我们都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人情社会 宗族这个家庭的时候 您觉得那时候会少一些吗 我认为还是在于父母 你比如有些父母 他就话很多 唠叨 这个唠叨 比如说他会说 你这样做啊 咱们家人绝对不能干这种事 人活脸 树活皮 人要有尊严 那从小在那个 一个院里面 这个孩子他长大了以后 他就对于这个尊严 特别当回事 如果咱要是从小跟孩子讲 那是一条命啊 这可不能随便乱来的 你只要说过这个话 这孩子大了 他脑子就这样印象 但你从来没有说过话 他什么命不命啊 那就没有这个观念 就您说的这种性猎人啊 就独狼似的 我又想起那个 咱们讲过那个白银案 对 是不是那种类型的人呢 他还 他后边作案有一段 有一点这个问题 但是呢 他还不完全 因为我理解 他第一起案件 还是跟贫穷有关 就是他当时是为了钱 才做的案 作案之后 他得到了经验 他开始扩大他的范围 也就是说 我最开始进这屋 是为了钱 但后来呢 发现女性也可以成为猎物 他才后来转过来的 而这个案件 一开始 他就是为了 但是这个 咱们就聊到 我觉得可以聊到 更深的一个范围 比如像 李银河博士的研究范围 他有些人 有性虐的这种欲望 但是他可以玩 这个性虐的这个游戏 当中得到满足 叫虐恋嘛 对对 但是像跟您说的 他这种 他直接就要来真的 弄死你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他那个呢 是在网上去找这个 志通道合的人 然后他做这志通道合 也就是双方都自愿的 对呀 但是他这个呢 他不是那种 他就是想找那个异族 比如说他对亚裔感兴趣 所以他在网上呢 他没有通过这个方法 他只找一个 也喜欢玩这个的 两人一块玩 亚裔女生 大概是他没有 进入到这个领域吧 我觉得这种人 是不是一般会 多数少少有点社交障碍 比如说真的很喜欢 这个亚裔的这个性体验 可能他找不着一个亚裔女朋友 他有时候 这也有一个机遇的问题 就是说 包括我们研究犯罪人 也是这样 他最开始犯罪 他可能并不是 完全是这个目标 但偶尔遇到以后 他觉得这目标 比他原有目标更有趣 他才开始扩展他的目标 我觉得那个里面 写的比较恐怖的一点 他开车经过这之后 又绕了个弯 回来又找这个女孩 他已经看到这 对到这儿 我觉得这个女孩 必死无疑了 对 其实也有一种 临场偶发性的因素 就是我们家动机转移 也就是他最开始 是这个动机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遇到了另外一件事 然后这件事 给他一个提发 他开始转成这个 以这个为主了 那么像这种人 比如说假如 真找到了一个 玩这个的性伴 是不是他就不会 去走向杀人 这只能假设了 如果这张假如说 他他是个 就是在这方面 就像妓女一样 他不在乎的话 他可能还死不了 我们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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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